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以他的性格 这两天就会在学校加训 就不会带你出去约会什么呢 锦标赛上 如果他不能突破七千四 我马上跟他分手 再给您写十万字检讨 一毕业就走 不申请留下 听我说 好 我知道 你担心我谈恋爱会影响我的成绩 走吧 我承认之前谈恋爱确实影响到了 但我现在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了 不过我先把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但凡为了我的前途 想跟我分手的话 我欠你趁早把这些心思收起来 如果你真的要跟我分手 我觉得我的心情才有可能 大大受到影响 一旦我的心情受到了影响 快 请你威胁我 是你 你 我的意思是 我就有可能哭 一边哭一边比赛 我就忍爱了 对吧 其实你之前来我家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出来了 不对 烧烤那次 那小子就不对劲 您这么说 我知道的比您还晚呢 您这么早知道 怎么当时不制止他呢 太可惜了 你还往我身上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呢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单独找他 我问你干什么呢 你比赛中途跑出来了 你居然为了这种 鸡毛蒜皮的小事跑出来 这也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您先别说话去 分手 不 马上分手 分手 为 为什么分手啊 你还敢问为什么 你赶紧跟我走回去比赛 你对我儿子们凶干吗 妈 您娘先别说话了吗 我在 如果你达不到七千四 咱俩以后就别见面了 七千三百分 行不行 你再敢废话 怎么了 短跑队很危险 短跑队里没好人 别乱说 什么叫乱说呀 李哥 吴泽 还有那个什么张洪文 你呀 也别太担心了 去了国家队也就好好拼 分不好也没事 我跟吴教练 永远都是你后队啊 要不能求你件事吗 能说啊 再给他一次机会 吴泽当年很照顾你吗 下来 干吗 下来 我不 下来你 干吗 吴泽当年是不是很照顾你 你不会真打算再给他一次机会吧